今天的确诊个案在盘新高突破了6万例 那其中呢死亡个案新增的是7人 不过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里面有3个人 他是在家中的急症 结果呢到院前就死亡的 那现在呢为了要来抢救 包括了我们的医疗量能抢救及时的黄金时间 明年开始呢就会开放确诊者 可以由亲友到医院的防疫门诊 代为看诊代为领药 那现在为了要降低这个医疗院所的PCR量能抄载的问题 所以呢从今天开始 如果你是居家隔离自主防疫 或是居家检疫的三类对象的话 你在这个期间快筛阳性 那你就可以来通报 那跟这个医生视讯看诊之后 没有疑意就判为是确诊 那结果呢不少的大医院在今天上路的第一天 从早到晚视讯看诊的时段 通通都已经额满了 好多人说我挂不到 另外台北市有一间牙医诊所现在被爆料 几乎呢有所有的工作人员呢 他们都密切接触着 目前已经筛出了四名快筛阳的员工了 不过没想到呢这个老板呢不休整 没有请人家大扫除甚至还希望那相关的人的回来上班 PCR检测都还没有出卤味 那这个老板呢院长就讲说反正口罩戴好就好了 那很多人说我已经最近捅鼻子捅到真的是心好累 而且呢小朋友很不好裁剪啊 那现在呢就心疼这个小朋友一直要捅鼻子 所以呢爸妈就决定来抢唾液快筛 今天开卖了美金175元 每个人限购两份 不过呢其实唾液快筛 跟鼻咽的这种我们过去比较习惯的鼻咽快筛 使用方法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准备的程序也不太一样 唾液快筛的这个适用它的时间 必须要比较久一点 准备也比较繁杂一点 而且也不是人能可以用的 陈时中就告诉大家 其实有分年龄层而两岁以下的小朋友禁止使用 好不过呢 居隔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 那很多人呢在社群上面 他们都开始来分享说 自己的居隔日记啊 自己的症状变化啊 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来避免在家的急诊 然后突然恶化呢 现在我们就要教你啊 这个也有医生他在家居隔 他如何来面对自己的身体变化 我们带你来看看 有些症状一定要赶快吃药 那确诊者变多了 当然因此受到的居隔者也变多了 那现在呢我们刚刚讲了 好多人来po网分享自己的经验 那包括了大家来PK 在各个县市所收到的居隔补充关怀包 里面有哪一些亮点 我们就要带你来盘点一下讨论度最高的 包括了新北宜兰高雄都有讨论 不过呢其中啊有人说最羡慕的 就是桃园人收到的关怀包了 因为呢现在这么缺的 这快筛试剂一次可以拿五个 第一线的医护啊 现在呢真的是很辛苦 我们要力挺医护 那在抗疫前线呢 这一些白衣天使身心都非常的紧绷 那我们从一个数据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叫做互病比 就是说呢这些护理人员 照顾病人的这个人力配置的比例 那最理想的状况呢 是一位护士照顾五位病人 所以呢是互病比一比五 但现在呢疫情升温部分的地方 甚至还达到了一比十五 那简直就没有办法复合了 那就在这个国际的医护节 总统蔡英文力推 医护比一病比可以入法 行政院长苏贞昌现在也下令了 国军医院 农民医院 还有卫福部的部理医院 在疫情严重的城市 必须要多多的设置 社区筛检站 来帮忙缓解医护的问题 而台北市政府现在动用了 灾害准备金花费1.93亿 来买快筛 希望能够赶在疫情 洪风来临之前 储备医疗能量 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 现在已经达到了第三个月 但是呢看起来 在俄罗斯的胜利日 大阅兵之后 反而变成了一个反转的契机 因为呢 俄罗斯并没有越打越顺 反而呢 传出了节节败退 甚至呢传出之前 已经逐步控制的乌东地区 逐渐被乌克兰的军队收回 好再看到的是 这个乌克兰 他们现在呢 有更多的证据流出来了 俄罗斯确实对他们 犯下了惨绝人寰的战争罪 而且呢过去 大部分都是军民的口述 或者是一些片段的照片画面 但是如今 血淋淋的一个 非常明显的影片曝光 原来呢 是俄罗斯的两个大兵 他们呢 遇到了乌克兰手无寸铁的平民 结果呢上一秒钟 都还在跟人家戒烟 那看起来非常友好 没有想到呢 这个平民一走开 他们竟然朝着平民的背后射击 还有啊在请到了这个租客之后 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 如果这个租客他有一些不良的恶习 我没有办法反制吗 新北市的社会住宅他们就寄出了祭典的招数 如果呢 他们有在乘租期间屡屡违规 有引起公共安全的疑虑的话 就可以被退租 那现在出现了好几个案例了 那其中最夸张的就是 他竟然是在社区拿着武器 随便爬爬走 好再来关注台中啊 有市议员吴显生他指控说 他的车子被莫名的男子装了GPS监控 不过呢他怀疑哦 疑似是他的政敌对手阵营 黄仁集团所做的 说这一名意图装上GPS的男子 疑似就是黄仁的助理 不过对方是全盘否认 还有高雄哦 有一名员警他在执法 不过没想到被人蓄意冲撞 原来有一名实性男子 他开着这个大货车 结果呢被警方发现说 他超载了要求过报 那确实他超载了17顿多 收了一张4万6千元的罚单 那这名被罚的驾驶 就找了他的儿子来帮忙卸货 没有想到呢 这个儿子看到了开单的原警离去之后 竟然尾随开车高速的冲撞原警 让原警整个腾空翻转 在大大的落地 全身多促的受伤 还好没有送医的生命危险 那现在警方把这死姓父子通通带骨 好我们就继续查了 怎么会有人呢 这样子搏命硬是要来跟警方来对赌呢 最主要就是为了钱 那其实呢 因为这个水地桩很重 那如果是超债的话 他们当然可以多赚一点 那如果一天赚了两三千块的话 那一个月可能就会赚五六万 不过呢 其实如果被抓到的话 一次罚四五万块 其实是赚的不够赔 那为什么还要这样赌命呢 我们也带您来看 这所谓的行业潜规则 一名二十三岁的新北男子 他南下求职 不过呢 却误入了诈骗集团的圈道 他被控制了人身行动 而且要求他要交出他的存折账户 再强压到了银行开户 还好他非常的激紧 偷偷递出了小纸条给航员 让航员帮忙报警 还有我们的独家新闻 你知道吗 全台湾都有违建 但是六都之内违建的增加率 它最多被指明的是台中 甚至在台中的警察局 也出现了违建 警察的分局爆发了 没有暗图加装的违建风波 民众说已经结局了 却发现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改进 而台湾的积极应对疫情 现在也被誉为叫做台湾经验 代表台湾参加美国总统拜登 主办的新冠疫情峰会的 前副总统陈建仁 也特别说要分享了 台湾经验的成功模式 事实上在世界上挺台 加入WHA成为一个 有效身份的这样子的力道 越来越强 甚至捷克参议院 以最新51票赞成 通过支持台湾参与WHA 而且要求成为观察员 不过台湾在防疫的过程 遭受了很多的假讯息攻击 我们要真的提醒大家 如果能讯息收了很多 那你不知道真位的话 赶快去事实查核平台 或者是相关的公信力单位 赶快去查一查 因为许多的讯息是以假乱真 最近蓝绿的群组都在传 有人自称是三总医生 说现在政府实施自主隔离 确诊者不管是7天 或者是15天的隔离期 通通都完全没有用药 那这个就是一个假讯息 那就连医生的本人都澄清 这不是我说的 但是防不胜防 到底有没有亚特兰提斯呢 最近有科学家团队 他们在全世界最大的海洋保护区 在夏威夷的海底探勘时 意外发现了一条神秘的海底通道 不过这一波的疫情确实也影响台湾很大 那包括了这个旅宿业是第一冲击 现在呢 搭旗带的端午商机恐怕是很难看到了 尤其呢在南部 现在呢传出啊 那大部分的牵势都已经取消了他们的农舟赛 目前只有高雄还在观望当中 那另外呢 包括了这一些端午廉价的旅宿业者业绩也出炉 看起来相当惨淡 这个节令呢 也是玉盒包要来给大家吃的节令了 不过呢 今年的玉盒包恐怕会比较贵 而且呢 其实我们直击产业端 在这个农民这边呢 他们说真的好难过 因为呢 今年刚好碰到了暴雨 结果收成遇到了雨损 全线在云林 云林全线 大概就有三成以上都有农损 我们来看这个个案 让人好心酸 不过也有诈骗集团呢 现在呢 趁机要来打全职妈妈的坏主意 他们呢 在网络上刊登了全职妈妈的奸差广告 结果呢 让很多的妈妈想要赚奶粉钱 那等待了被害人上钩之后 叫他们投资 短短的八个月 他们就骗了一百多人 然后损失的金额高达了一亿多元 那他们不但呢 是户头给诈骗集团拿去使用了 而且呢 不但损失钱财 这一系列 还有可能让他们变成诈欺的共犯 另外呢 台中有一名远警 他控诉说 因为他执行强力的取缔违规 结果呢 就有民众频频跟警局投诉 然后他就因为莫须有的罪名 突然被调职到20公里之外的另外一个派出所 那他觉得他根本就是被下放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现在他指控上级 根本就是刻意要来刁难他 不过分局也有回应 而今天国内的确诊个案在创新高 新增了6万5千多例 那其中呢 包括了三人是在家急症到院前死亡的 那今天的新增的死亡个案总共有17例 那目前呢 其实陈时中也告诉大家了 他也谈到了居隔三加四 这叫做没有零风险的政策 不过呢 大家还是要尽力的配合 那为了要来持续的保存我们的医疗量能 明年有新的制度 家人将可以来代替确诊者 到医院的防疫门诊 带看诊 带领药 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 就抢先表示说 快山羊就应该要全面给药 那这话一出就吓坏了很多的医界专家 因为呢 不是所有的确诊者都需要用药 也不是所有人都要用同一款药 这需要医生看诊之后才能够判断的 那柯文哲现代话讲得很快 那他后来自己又在改口了 他说我补充啦 是要高风险的族群先用药 而且呢 加码批评了 他说现在的用药规范 根本就是成本考量嘛 好再来看到脱衣快筛 今天已经开卖了 一个人限购两剂 不过呢 到底要怎么操作 其实真的是有配报的哦 而且呢 脱衣快筛 虽然呢 你不用捅鼻子 但是呢 他的准备工作比较繁杂 而且要花的时间也比较多 尤其呢 全程大概是40分钟 其中有30分钟是准备时间 你要禁止饮食 也不能抽烟 还有台北市有一间诊所 牙医的诊所 员工爆料说 短短的两天之内 就有四名牙医助理 他快筛阳性 然后PCR检测还没有出炉 之前院长就要求说 他们照常上班 而且呢 如果有人想请假的话 竟然还收到了裁员的消息 消息曝光之后呢 现在这个牙医诊所还没有回应 不过卫生局说 一定会继续往下追查 不过我们来关注今天上路的视讯看诊 今天呢 真的是好多人想要预约 但是呢 预约不进去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带你来看到 其实呢 包括了这个健康义友的APP 可以预约 包括了网络挂号 包括了诊所预约 那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准备 才能够开始挂号 那如果挂不进去 要怎么办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